马太十章二十九节 上个礼拜如果你唱诗歌中间注意的话 这支圣经会答个出来的 在上个礼拜唱诗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 不许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 这是马太所讲的 两个麻雀卖一分钱 神如果天父如果不准许 一个麻雀不会丢在地上 这个地方也是耶稣讲的 在路加十二章第六节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是路加十二章第六节 五个麻雀卖二分银子 那你对一个比较 上面说一分银子卖两个 那么二分银子应该卖多少个 我们数学很好的吗 不是四个吗 为什么他这里五个 一分银子应该卖两个 二分银子应该卖四个 原来当时的风俗 如果你买二分银子的话 买四个的话会送一个给你 所以是buy four get one free 买四个 二分银子不是四个 多送你一个 所以所以第五个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父神不许 一个不会丢在地上 包括送的哪一个 如果父神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忘记 也包括那个送的哪一支 不是因为你负送的 神就不会眷顾 我跟耶稣用这两个圣经 我们拿个做个对比的话 你看见父神的爱是多么的 多么的无为不至 不看我们的价值怎么样 可能你是附带是送的 但是神看都是宝贵 他看哪些用钱买回来的都一模一样 不会忘记 不会丢在地上 如果他不准许的话 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情况来看 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的恩典 原来都会随时失去 自由的出门 上班购物 上餐馆聚会 现在刚才弟兄讲到 母亲回到中国 买菜了 他都不去买 你买了 订好了 送来给你 你不像以往一样 怎么自由的去选择 去买自己带回来 可能是个一切服饰吧 但是另外来看 你不能自由的出路 甚至我们加州常以为 一直以为我们的特色 阳光啊 空气啊都很好 但是这些不久之前 原来都会 忽然间会失去 在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会稍微了解 原来这都是恩典 可是我们要数才知道啊 刚才师哥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是恩典 但是我们没有去数 数的时候你就发现 恩典是节目的奇妙 节目的丰富 节目的 维系 包围着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 原来能够呼吸 都是个恩典 晚上老伴能够打呼 都是恩典 所以证明他还在你身边 还活着 那么联储的时候 看见一个新闻 欧洲有一位 93岁的老伯伯 大家听过这个 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是一个true story来的 13岁的老伯 他忽然晕倒了 就送到医院 后来急救回来了 他用了24个小时的氧气 医院用氧气帮助他呼吸 后来被救回来 慢慢的苏醒 慢慢的恢复 原来的这个情况 医生就给他开来 一张医院的账单 一共要付50万的欧元 他看见那个50万 他哭了 医生就问他 是不是50万太贵了 小伯伯说不是的 这个钱我付得起 只是我看见 我只用了24个小时 就需要50万 我用了神93年的氧气 我不需要付一分钱 我哭了 都是恩典 那医生给他讲的时候 医生也感动了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们失去了 我们才知道 拥有的宝贵 我们是否学到 不珍惜就会可惜 就求怜悯我们 其实我们周遭很多事情 都不是一定给我们的 我早上起来洗澡的时候 刚好擦干我的头 马上眼前出现一幅怪的图画 好像你看电影那些 在军部 看着前面一个透明的电视一样 我看着像我眼前一个透明的电视一样 有些图有些线 很复杂的 一开始是蜘蛛网 在我前面 突然现在来的 洗完澡就来 然后来慢慢慢慢 我就背起眼睛一会 他说没有 我咬点拍 我眼睛发生什么毛病 然后就发现 我们如果一直以来 我们在看的东西 听的东西 吃的东西 闻的东西 很正常的话 原来这都是恩典 所以耶稣 这座卖两个麻雀 来提醒我们 可能我们不懂得珍惜神的恩典 可是神非常珍惜我们 所以祢明求祝怜悯我们 因为就是被 那些被送的麻雀 祂也不忘记 那我们有没有珍视我们 神面前今天在我们周遭 我们身旁 我们拥有的一切 我叫感谢神 为了你的服事 感谢神 我叫今天能够传福音 感谢神 我就能够参与福音的侍奉 教育的服事 感谢神 参与今天早遭 也是一个恩典 感谢神 谢谢主 让我们透过这个 小小的数学 来学会一个 非常宝贵的树林功课 原来 连那种赋送的 神都不会忘记 何况我们呢 我们第一条祷告 神父谢谢你 常常借做 非常简单的 日常生活借出的事物 提醒我们 你的爱 就是简末的宝贵 领导我们 你的恩典 就这么丰富的包围我们 重来我们要受 要损失 要错解 要难处 让我们深信 你借做刚才的比喻 提醒我们 如果你不准许 一个不会丢在地上 在你面前 一个也不会忘记 谢谢主 提醒我们 勇敢的 有信心的 喜乐的 不但属于你的恩典 能够欢喜到你的面前 好好地珍惜 服侍你 亲近你 敬拜你 谢谢主 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主